你的 § 太英文 我行醫30年 我本來是西醫 然後無藝間就看了說 欸,兩個球剛好跟穴道的那個地方應該可以 所以我就是買這個卵4棒球 然後自己來壓身體 所以我剛好去接觸那個自然療法 那個自然療法裡面就是有中醫的一些原理 所以我就剛好結合中醫跟西醫的方法 從頭啦 腹部啦 背部啦 每個點 然後只要你找出你自己的痛點 你的痛點就是你自己病的那個地方 那個來源 這樣可以 就至少可以幫助改善一些 就是說你特別可以找那個你自己的痛點壓久一點 因為我差不多有那個二十幾年 背部那邊有一個痛點很難好 不知道怎樣 不知道也沒有什麼原因 都找不到什麼原因 後來我就用這個兩個球的那個 就放在我的背部 然後把它按摩一下 那沒多久就好了這樣子 所以我就說那這樣可以就是說幫助很多人 就是說因為現在一些人就是上班的 有時候站的啦 或是打電腦都坐著啦 坐辦公室的人 身體有時候比較痠痛 常常他們去找那個按摩師 我說那這樣也可以 我就來寫這一本就是用兩個球 然後幫助一些人就是說可以那個 那個幫助他的那個解除身上的疼痛 然後養生這樣子 在進行穴道按摩之前 請在適當環境試做 首先有平塗墊 或者軟的瑜伽墊 軟式棒球兩粒 可在臥室的地板 或較硬的床板面 以上就是我們按摩前的準備 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手臂部位 進入穴道按摩的地方 首先第一個穴位 首先第一個穴位 是在手臂與背部之間的尖針穴位 再來是腦會穴位 再來是背腦穴位 以上就是我們手臂部位 進入穴道按摩的位置 接下來我們要進行 手臂部位 進入穴道按摩的試做 在試做的過程中 因為有幾個部位不容易操作 或者是不方便按壓到 所以我們將有所忽略 接下來我們將以容易試做的幾個點 進行試做 首先我們以求按壓肩針穴位 在心中莫屬十次 將可預防肩部疾病 都有治療效果 再來我們按壓腦會穴位 腦會穴位在肩膀最向外側 往下約四個指幅寬處 由於痛點即為腦會 對手臂疼痛 不能高舉時 可常按壓此穴位 常見於俗稱五十間病患者 可自行按壓進行改善 最後我們按壓臂腦穴位 將手軸呈90度彎起時 彎曲朝外的穴位是屈尺 從此穴位往上 約八個手指幅寬的地方就是臂腦 或是肌肉用力時 肌肉呈現緊繃 上臂三角肌下方有一個凹陷處 也是臂腦穴位 對眼睛疲勞 手臂疼痛 可改善 常按壓此 也可纖細手臂 在按壓手臂進入穴位的時候 兩手臂都要進行失作 所以我們換到另外一手臂 同時按壓肩針穴位 按壓肩針穴位 可以主治肩部疾病 我們一樣在心中莫屬十次 進行按壓 再來是腦晦穴位 腦晦穴位在肩膀最向外側 往下約四個指幅寬的地方 由於痛點即是腦晦 對手臂疼痛 不能高舉時 可常按壓此穴位 比如50間的病患者即可以自行按壓 最後我們按壓臂腦穴位 將手軸乘90度彎起時 彎曲朝外的穴位是缺持 從此穴位往上約八個手指幅寬的地方 就是臂腦 或是肌肉用力時 肌肉呈現緊繃 上臂三角肌下方有一個凹陷處 也是臂腦 對於眼睛疲勞 手臂疼痛 都可改善 常按壓此穴位 也可纖細手臂 以上就是手臂部位進入穴道按摩的施作 足夠了 感谢观看